男孩被孝爸当成靶子练剑 眼尖后背不满了于青 孝爸依旧没有停手的意思 这样的日子让男孩痛不欲生 他站上天桥想要轻生 却在掉下时被一个大叔接住 然而两人刚一落地 大叔就死在了车步路下 更奇怪的是 大叔的灵魂竟然转移到了男孩的体内 德巴以为这是梦 直到两个小弟闯进病房 一个将他打倒在地 一个哭诉是他害死了自己的老大 两人将他带到葬礼现场 让他向老大道歉 可德巴看到自己的灵魏 无法接受自己已经死了 德巴发了疯地跑出去 来到太平间找到自己的身体 想要重新将灵魂塞回去 但无论他怎么尝试也无济于事 他再次来到天桥上面 想要跳下去回到过去 结果恰好落到了客车上 德巴再次醒来时伤了一条腿 一个女人还在此时闯进了病房 他礼貌地向对方问好 女人却发出了讥笑 还对他大吼大叫 女人训斥她怎么能在半夜跑去自杀 难不成想用这招换取会长的同情 德巴从对方的语气中 发现自己可能是个私生子 他不爽地看向女人 等到女人离开后 他才敢发现心中的怒火 德巴通过桌上的平板 发现身体的主人李献是个高中生 一直饱受着校园霸凌的折磨 校霸起初只是让他偷家里的酒 之后却成了值钱的珠宝 他一旦拒绝 就会遭到无止境的殴打 这天理线只是多看了班里的试经一眼 就被校霸捏造成了跟踪狂 这导致所有同学都躲着他 更是在背地里对他指指点点 他渴望在遭受折磨的时候 路过的试经能够出手相助 他却冷漠地离开了 看完日记的德巴很是气愤 他决定替男孩复仇 但在此之前他回了一趟家 胃口大好的饱餐了一顿 之后他从保姆口中得知 他的母亲整日烂醉如泥 父亲最近都在医院照顾原配夫人 所以家里基本都是李秘书负责 也就是昨天去医院的女人 李秘书每次来家里 都会带一堆的酒 像存心让母亲变成酒精依赖者似的 德巴没想到李宪还是个富二代 虽然只是个私生子 他看了一眼爱眼的头发 随后来到理发店 剪了一个清爽的发型 德巴虽然没有读过书 但一直渴望校园生活 他来到图书馆装模作样 意外遇见了班里的同学士金 他却冷漠地转身离开 士金看到他在挑选书籍 于是主动为他推荐了一本 德巴以为对方是个学霸 随后让他为自己多推荐几本 一开始德巴夸赞他真是个好孩子 肯定在学校有很多女孩子追 士金这才发现对方不像自己认识的熟人 晚上德巴想去安慰伤心的小弟们 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第二天他来到学校 刚一推开教室 屋内的气氛瞬间安静 德巴没有上过学 不知道自己的座位在哪里 德巴随便找了个座位坐下 而其他人看着他眼熟 却迟迟没有认出 他是从前那个任人欺负的李贤 只有士金一眼认出了他 而直到课堂上老师点名 大家才后知后觉 大家都讨厌跟他分道同一班级 只有校霸露出了满意的笑 他走近想要叙叙酒 可惜他面对的是一个黑帮老大 不出所料 德巴很快就糟了样 他被笑霸的人团团围住 德巴没想到对方如此猖狂 他随即轻轻挥了一拳 就让众人傻了眼 可就在他准备再来个被摔时 身体突然不听使唤 我还没电了 我不是你的身体 我只有你一股都不断 我不是一股子 我是一股子 我不是其他人 我认为了那些人 我认为你 因为你的风队 你为什么这么多 你这么多 你把馊子去 你最好 你怎么这么做 你这么多 你这么来 我从来是7.0 我从来是7.0 终于2 黑老大意外重生到了一个高中生体内 他一出手不仅将校爸们打得满地找牙 还凭借前世幽默风趣的性格 瞬间俘获了全班女孩的心 但得巴士冒牌货的身份 很快被班级的同学士经发现 士经看到他整天总是打打杀杀的 于是将他拽进医务室 亲自替他处理了伤口 是经说他一个暑假的时间改变了很多 也变得更加爱笑 我们绝筋认证 随世幽默 随世幽默和朋友 絶绝不可能 一期间写上的随世幽默 随世幽默 甚至他跟随世幽默 德巴为了防止身份暴露 谎称自己出了一场事故后失忆了 没想到士经听后十分生气 问他怎么可能忘了自己 毕竟之前他们一起学习 还一起去旅行 德巴看到对方眼神中的失落 说从现在开始他们可以成为朋友 但士经听后瞬间便利 说他们从来都不是朋友 德巴以为李宗在亲生前去见了士经 难不成他的死跟士经有关 士经从他的言行举止方面 猜测他可能是李宗的双胞胎兄弟 德巴没想到他这么会洞察人心 于是连忙找个借口离开了医疗室 他返回教室时 看到同桌正在认真的做笔记 画风还是彩色的 这瞬间勾起了德巴的兴趣 可他发现自己只有黑色的铅笔 于是想让同桌放学后 带他一起去文具店 显然几个女同学不同意 德巴只好将自己的豪车停在学校门口 并亲自为三人开门 四人来到一家饭店 女孩们吃了喜欢的食物 很快就帮德巴挑选了许多彩色的画面 还教他如何使用 看到德巴跟几个女同学有说有笑的 士经故意过来找查 问了他许多学过的知识 德巴自然回答不上来 好在一旁的女同学帮他解了威 尸经只好转移话题 问几人怎么开始跟李线一起玩了 女同学讲述李线昨天不仅请他们吃了饭 还让司机亲自护送他们回了家 他们没想到李线如此体贴入微 这样的回答让士经很是不爽 然而德巴不仅会哄女孩子开心 还拥有超强的运动天赋 在体育课上优异的表现 让老师都赞叹不已 在返回教室的路上 德巴突然在学校看到了女秘书 于是将他拽到了一处没人的地方 女秘书还训斥他这段时间的开销有点大 德巴以为这是会长的想法 德巴警告他如果还想战士七人 等他真的当上了会长继承人 第一个就会将他开除 为了示威 德巴摘下了女人的遮阳剂 并一脚将他踩得粉碎 这让女秘书气不打一处来 返回车内就准备想办法除掉他 黑老大意外重生为了高中生 还从校爸手机里发现了自己被霸凌的视频 几人询问他看完后什么感受 德巴顿时火冒三丈 在继续翻看校爸的手机时 他还发现自己被偷拍了许多照片 在怒火的助攻下 随即将校爸的手机搬成两半 像丢垃圾一样丢在了地上 校爸瞬间被激怒 正要上手教训一番 不料德巴只是一记铁头弓 就让他倒在地上哭爹喊娘 其他人见状纷纷挥动了拳头 结果压根不是德巴的对手 而在打斗中 德巴的黑老大实力再次浮起 一瞬间全部人都被打趴在地 德巴气愤地揪住校爸的头发 自习客上 世金主动坐在了德巴旁边 德巴起初很是反感 但他发现世金是个学霸 懂得知识很多 于是便让他多教教自己 德巴不明白他为何对李仙这么执着 难不成他有什么把柄在自己手上 晚上回到家后 德巴发现自己现在的成绩 离梦想还很遥远 于是准备挑灯夜战 不料第一道题就拦住了他 他只能向世金求助 收到消息的世金很开心 很快就将解题思路发了过去 之后便一直盯着手机看 直到短信的声音响起 世金正准备睡觉 突然脑海中回忆起了 李仙那晚找自己的画面 李仙让他帮帮自己 否则就向其他人 爆料他试的怎样的本性 世金猛然惊醒 额头还冒出了冷汗 德巴还是没有改掉以前的习惯 喜欢来到熟悉的澡堂泡澡 但这天他在离开时被校爸看到 校爸们正准备加入七星派当黑帮 结果遭到了对方的嫌弃 此时大哥从身后走了出来 自从德巴去世后 他就接任了德巴的位置 同时他还是女秘书的人 德巴回到家时 发现世金找到了家里 主动过来教他功课 德巴却让他立刻离开 可恰在此时母亲醉倒在了地上 趁着德巴去搀扶的空隙 世金快速跑进了他的卧室 并不停翻找着什么东西 德巴见对方来者不善 于是让他尽快离开 世金却追过来问他将李献藏在了哪里 难不成已经杀了吗 德巴突然揪住了他的衣领 世金的脑海中突然闪过 他将李献赶出家门的画面 但并未向德巴透露 而是说自己只是不想让他为所欲为 认为即便李献消失了也没人会在意 德巴问他那晚为什么没有阻止他去天桥 此时母亲的声音再次传来 德巴想要安慰世库们 却被对方狠狠打了一巴掌 母亲抱怨要不是当初怀了孕 他才不会过这种被圈养的日子 他依旧会是那个闪耀的女明星 德巴将母亲抱在怀里 安慰他现在还可以让生活回到正轨 他一定会想办法让母亲摆脱这种生活 将母亲哄睡后 他跟随世金来到音乐室舒缓心情 离开时世金收到了父亲的电话 他顿时紧张起来 并告诉父亲自己一定会在通讯时间前挡回去 可挂断电话后 他就慌张地摇起了指甲 德巴虽然感到奇怪 但并未追问 世金坐车回到家后 而世金在家门口站了许久 他知道父亲在自己手机里安装了定位器 等到想好说辞后 他才敢推门走进去 父亲开口就问他是跟哪个朋友待在一起 父亲警告他不准跟身份低贱的人交往 世金知道得罪父亲的后果 他连忙口头答应 回到房间后 他就回忆起了自己小时候 想到这里的世金 连忙掏出试卷 开始疯狂地刷体 你看我们下周杠的后果 我们下周杰的后果 来一下